P盤數它沒有辦法辦到的 其實你可以改用 像INDEX INDEX還蠻常用到的 它有點像資料庫裡面在幫你篩選某一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那使用的方法怎麼做 接下來一樣的 我想我們用類似的範例來做 第一個也許你就是把剛剛這個 在Ctrl按住有沒有拖拉過來 這個等於是複製工作表 意思它等同是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移動或複製 有一個打勾建立副本 然後移到哪邊按確定 不過我覺得真的很麻煩 我習慣按Ctrl鍵拖拉 然後會產生一個名稱改成叫INDEX 查詢界面INDEX 如果說我今天再把裡面的公式先刪掉 如果我今天要用INDEX來查的話 你往下找 在檢視與參照裡面有INDEX 按確定 那它會有兩個 這邊的話我們用第一個就好了 第一個參數它有三個參數 其實這個三個參數還蠻容易理解的 第一個請你告訴我 要查詢那個範圍在哪裡 按F3 直接用那個lookup好了 因為剛剛我們有建一個lookup 那這個lookup在哪裡 你把它點它一下 你會發現它會切過來 這個lookup 實際上就是我剛剛選 那特別注意喔 我是選這個範圍喔 沒有包含到哪一個名稱喔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array 就是這個範圍 那特別注意喔 因為資料表裡面有幾個概念 不外物就欄跟列 那它可能底下問你兩個問題 請問一下喔 你這個範圍裡面喔 請問一下你要抓哪一列 抓哪一欄 你只要告訴它哪一列哪一欄 它就幫你把那一列那一欄 這個範圍裡面那一列那一欄 幫你抓回去到前面了 OK 所以呢 基本上喔 範圍給它 那第二個它會問你 那請問一下哪一列 其實哪一列喔 可以從什麼呢 從它的編號有沒有 編號剛好001 剛好就是第一列 002剛好就第二列 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001不是應該第三列嗎 特別注意喔 這個我們是根據的是這個範圍的位置喔 不是這個工作表的位置喔 所以請你看一下 001剛好在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編號 剛好跟它的列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乾脆把這個roll 給這個查詢編號 OK 用查詢編號代過來 反正003就一定是在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三列 OK 所以第二個 那你要查哪一欄呢 基本上我們要查這個範圍裡面的 這個是第一欄 第二欄 那我要查第二欄 OK 輸入2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它就把烏丹亞給叫過來了 OK 所以它的概念喔 我想應該可以理解吧 一個範圍裡面 哪一列 哪一欄 OK 那一樣要向下填滿 所以喔 這個概念跟那個VILA函數一樣 先把那個C2的2給鎖起來 因為待會我們只是向下填滿 所以呢 2固定住就好了 因為我沒有要向右嘛 所以基本上 那個C的部分不用鎖 鎖前的符號 那這個2的話呢 因為喔 我可以用什麼 剛剛的概念有沒有 欸 向下應該是第三欄 第四欄 第五欄 所以我需要的 這個就是可以把他什麼 剛剛一樣 RAW小瓜糊 -1就可以了 所以你一個地方可以自己打上去啦 也有習慣 自己打上去按確定 向下填滿 基本上喔 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其他欄的資料給抓過來了 這個是用INDEX來做 OK 所以蠻多地方喔 可能都可以用到像類似INDEX 這樣的一個函數 去抓 其他 就是如果我將來 v6欄就沒辦法辦到的話 你可以用INDEX 那再來喔 再把它拖拉過來 這邊喔 請各位再改一個叫OFFSET 那OFFSET顧名思義啦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偏移多少 偏移的話 它偏移幾欄幾列的意思 也就是說這個OFFSET 假設我又多一個 OFFSET的部分喔 那其實你可以檢視於參照裡面呢 也會有一個OFFSET 在這邊OFFSET 那這個 它給的訊息就比較多啦 不過其實基本上 你可以不用管那個最下面 這兩個都可以不用管 為什麼 它的高跟它的寬 不用去理會啦 因為它告訴你說 參照回來 要不要改變它的寬跟高 不用嘛 所以基本上呢 它就是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REFERENCE 指的就是 請問一下喔 你要以哪一個 儲存格當成是基準 哪一個儲存格當基準 那未來呢 你可以去移動它的 列 跟它的欄 就可以自動去抓到 你要抓的資料 那比如說喔 我們今天呢 REFERENCE 比如說我今天呢 REFERENCE這個可以以哪一個 當基準 可以以那個 不過這個地方就 就不能用那個範圍 它只是哪一個 比如說以 LOOKUP好了喔 我假設我今天 以LOOKUP裡面的 哪一個儲存格 當基準 比較好呢 其實我把 我 把編號當基準 可能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喔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說 我今天要移動 Offset的意思是移動 那如果正的話是向 列的話 向下 COLUM的話是向右 負的當然反方向 如果你是 這個ROW是負的話 它就向上 然後COLUM如果是負的話 就是向左 那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說以編號當基準的話 那如果說我今天 編號當基準 我如果向下一列 有沒有 如果用這個數字 向下一列 剛好就抓到001 然後向右一欄的話呢 剛好就抓他的姓名 所以我今天可以怎麼做呢 我如果以編號當基準 那我列的話 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編號 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我今天 0.03剛好3 1 2 3 對不對 第一個 先移動三列 再來移動幾欄呢 如果我是姓名的話 剛好就移動一欄 然後呢 總效量兩欄 所以這邊應該是 欄的部分應該 變1 2 3 4 所以1到4 所以 我們COLUM部分的話 那給他1好了 然後按 這個 這個高度跟寬 這個可以不用填 沒關係 按個確定 我們來試一下 移動 向下移動3 向右移動1 看抓到是不是姓名 五丹雅 看一下 應該是沒錯了 003的部分 五丹雅 沒錯 OK 那所以 這個概念應該有的話 那可是問題 你向下填滿怎麼辦 其實跟剛剛概念一樣 先把 什麼呢 注意啊 A1 A2可能要先鎖起來 所以 可是向下填滿 你只要鎖列就好 然後呢 C 這個位置呢 也是要把它鎖起來 也是給他淺的符號 這個淺的符號 表示說你向下填滿 他不會自動增號的意思 預設是會增號 可是你前面加個淺 他就不增號 固定在那裡 這個ROW的話 你就把它什麼 ROW 那如果 剛剛是-1嘛 剛剛現在變什麼 -2了 OK 打勾看一下 向下填滿 那如果把它變動一下 剛剛會OK 001 那如果001是不是這個資料 吳伯威 應該沒錯 OK 所以這個Offset應該可以了解吧 它就是 以哪一個儲存格當基準 那哪一個儲存格 記得是要跨工作表 這個地方可能就不能用名稱了 你又一定要實體的去抓到那個哪一個工作表裡面的哪一個儲存格當成是基準 然後當基準之後的話呢 再跟他講說你要移動幾列 和幾列 和幾籃 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移動的幾列幾籃的資料 幫你把它帶過來啦 OK 所以這個有點像是模擬那個什麼移動的以這個當基準 那你要先告訴他說我要移動幾列 那這邊剛好因為003 所以移動三列 那剛好移動一籃 剛好就是姓名 兩籃總銷量 三籃四籃 欸有沒有 所以這個概念如果有的話 以後要抓資料也會很簡單的 應該可以了解啦 反正兩個方法 Index 跟Offset 來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些函數 可能用的機率 可能也許你之前完全沒用過啦 不過也不用擔心 反正他至少你知道說有這樣的函數存在 將來你要去查詢資料的時候 也許 用以前你的方法沒辦法辦到的 那你可以試試看 用剛剛我所講的這兩個Index 或Offset 其實就會更容易的把你要的資料給抓回來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當然就是做資料的查詢 然後 還要去做資料的查看 或者是